8月16号,熊猫界的老兽星,现存年龄最大的圈养大熊猫星迎来38周岁生日 重庆动物园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生日派对 记者在现场看到,游客们和工作人员用西瓜、苹果、竹笋等十多种食材 为星星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尽管天气炎热,但在美食的诱惑下,星星爬上饭桌后开始大快朵頤 虽然星星吃得不多,但食欲很好 看到星星人耳聪目鸣,胃口大开的样子,游客们都十分高兴 享受完美食后,星星便慢慢走回龙舍内开始纳粮休息 据了解,大熊猫星星1982年8月出生于四川省宝星野外 1983年,星星与妈妈走失 星星被救护人员在野外救护时,已浑身裹满了泥巴,身体比较虚弱 随后,星星来到重庆动物园,取名为星星,寓意为希望之星 在饲养员团队的悉心照料下,星星成为全球现存年龄最大的圈养大熊猫 它的饲料搭配我们都是根据它的体况和精神状态,随时可能都会做一点调整的 然后它的保育员,常规情况下都是三到四人 饲养员告诉记者,全球大熊猫中,寿命超过30岁的累计不到30只 38岁的星星相当于人类年龄110到140岁 在熊猫王国中,猫丁兴旺的星星家族仍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截至2019年底,星星的后代共有153只 分别居住在加拿大,美国,以及中国台北,香港,成都,上海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今,星星和12个晚辈都生活在重庆动物园里 享受着四世同源的幸福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